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 各位嘉宾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欢迎历临2018年 布里斯本悬疑综述 大型现场解答会 卢君洪台长太平绅士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千万信众的心灵导师 以近20年的慈悲付出 以佛法智慧启迪人生 将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神通视线 妙法度众 慈心悲悯 广度有缘 卢君洪台长将观世音菩萨的 菩提法音变洒人间 令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获得心灵解脱 开启全新人生 现在卢台长所创立的 心灵法门 在世界范围内 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弘法足迹遍及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 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国际社会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 世界和平奖 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 哈佛大学讲堂 获得意大利西安纳大学 荣誉课作教授 马来西亚拿都 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君洪台长 还荣誉入选 2014中国人物年鉴 并于2015年9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 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8年5月 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魏赛节庆典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继新加坡五万人大法会 圆满成功举办之后 卢君洪台长 新系布里斯本有缘众生 风尘仆仆 再次历临布里斯本 与大家结缘 共沾法喜 共睦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也特别感恩来自澳洲 以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今天法会的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接着卢君洪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 接下来还有一位同修与我们分享 他的学佛心得体会 最后卢台长将会为我们 现场看图腾解答问题 请大家事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 当抽到您的号码时 请到台前准备 恭请卢台长看图腾的时候 如果您询问的是在世的人 请您告知卢台长 他的生肖以及出生年份 如果您询问的是过世的亡人 则需要告知卢台长 亡人的姓名 以及准确的写法 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谭与君同修与我们分享 通过修习心灵法门 谭同修学业顺利 家人诸多疾病 神奇痊愈 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谢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卢台长 感谢各位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 今天在分享中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及诸位菩萨原谅 我的名字叫谭玉君 来自黄金海岸 现在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大约九年前 和家人移民澳洲不久 就非常有幸 解约心灵法门 来澳洲时 我没有英文基础 大约两年时间 换了五个学校 加上我考大学选的科目 对英文要求比较高 考试也相对比较难 好在我们全家人 学心灵法门 在我考试期间 外婆 阿姨和妈妈 都帮我念心经和准提神咒 还帮我烧小房子和自修经文 结果我顺利通过考试 进入理想的大学 老师对我说 你差一点就考不上了 真是菩萨保佑 在我上学期间 想找份现实的工作 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找到 一天晚上 我让妈妈开车送我去观音堂 在观音堂 我会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虔诚地祈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并许愿以后好好学佛 多做功德 观世音菩萨真是有求必应 在我祈求后的第二天 我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我的外婆结约心灵法门后 前程念经基本吃全素 但是没有许愿吃全素 2016年外婆订好机票 去香港参加法会 在去参加法会前 大约五六天 外婆的脚不小心被一铁钉 差点从脚底穿透脚背 当时情况非常严重 脚肿得像馒头 看了医生 医生说没有半个月 好不了 外婆非常着急 马上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许愿吃全素 希望观世音菩萨保佑 能够如期参加法会 过了两三天 外婆的脚就身体消肿 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的外婆七十多岁了 以前高血压 眼睛有绯纹症 花了很多钱也没有治好 自从外婆检约心灵法门后 通过三大法宝 眼睛的绯纹症消失了 身体越来越健康 自从外婆学院吃了全素 连吃了几十年的降血压的药也停了 血压一切正常 现在我的外婆 阿姨 我和妈妈都学习心灵法门 外婆阿姨和我们家都设了佛堂 我们还组建了家庭念经团 有什么事 全家人一起念经 全家结缘了心灵法门 真的觉得比拥有亿万财富还宝贵 因为有天上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 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通过念经 许愿放生来化解 最后 衷心的祝福 各位来宾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布里斯本的倩倩同修 与我们分享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乳腺癌快速康复 让我们掌声欢迎 顶礼尊敬的南无大慈大碑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心菩萨 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尊敬的法师们 尊敬的楼台长 尊敬的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 我叫CC 感恩佛菩萨 让我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学习心灵法门 利用念经许愿放生的三大法宝 让我的早期的余腺癌 能快速恢复的旗戒 我是最早集出 卢台长心灵法门的 布里斯班同修之一 在2009年夏天 卢台长第一次来布里斯班 开法会的时候 我就积极参加了 当时人不多 我有幸被抽中三次号 能有机会向台长提好几个问题 并得到解答 自此我相信卢台长的神奇能力 之后开始学习心灵法门 在2016年的12月 我在做体检的时候 我的那一个X观片 发掘里面有一点问题 当时医生就叫我 要去检查一下 我听到之后 确实我是彻底崩溃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好 医生就叫我尽快做手术 当时我就想起台长的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你们得了癌症 不要怕 关心菩萨一定会来救你们的 我谢绝了医生的手术建议 跟菩萨许愿了八百张小房子 之后呢 让我在上海的朋友就帮我放生 我每天早上四点多起来 大约五点多左右 开始我就念经 我就先念功课 把杯做二十七遍 行经四十九遍 消灾吉祥深周一百零八遍 准提深周四十九遍 大西乡天女周四十九遍 礼服大仓会分三遍 然后就念小房子 当时我去四十九台长 到梦里来加持我 开始也吃了三个星期的中药 并采集了蒲公英的根煎水喝 在2017年 三月的第一次X官出查时 陪我去的同修 韦婷不是 看到拍了片子 显示 开化组织已经比上次的明线谈话了 但是专家医生否定了 说是拍照的角度的问题 说不可能谈话或消失 继续劝我要尽快做手术 我再一次拒绝了 继续按三大法宝行事 先后梦到台长到我梦里试吃 每一次都非常慈悲地帮助我 最后一次是2017年的七月 梦到台长从我的右腿的旁边拿出一个像小宝塔一样的东西 他就跟我说就是这个东西 我拿出来了 没有事了 当时我非常清楚在梦中问台长 那我以后还会扶发吗 台长说只要你开心 经常笑就不会再有任何的事了 在2018年的1月的第二次 那个Ultrasound的敷查 没有查到有任何的雨线而已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X光敷查 我当时只是烧了600多张的小房子 我许愿的是800张 2017年在上海放生15000条鱼 今年2018年我就放生8500条鱼 我非常高兴我会继续修行 在前两天的X光敷查 我看到片市上的开花组织 已经比以前明显减少了很多 只剩一个小点了 之前专家医生说 开花组织不可能改变 不可能消失 但我亲眼看到了明显的变化 医生再次劝我做手术 我再次拒绝 因为我相信台长已经医好了我 只是开花组织的消失 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会继续念经念小房子多做功德 我坚信 我下次检查的时候 谨慎的那些开花小点会完全消失 这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宏台长救了我 我希望各位来参加这次法会的来宾 从我分享的奇迹中受益 坚定的相信观心菩萨的存在 和能随时救人的事实 多寻善吉德 诗书念经 让自己和家人从各种生活的困难中走出来 过上开心幸福的生活 再次感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管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宏台长 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朱安琪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帮助他化解官非灾结 顺利考取出租车执照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管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莫合萨 感恩诸位佛菩萨及隆天父法 感恩恩师卢君宏台长 感恩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观世音菩萨与心灵法门帮我成功度过三六九的关节 我从2015年开始跟着卢君宏师父学佛修心 至今已有三年 学佛的路上都是顺顺利利 有求必应的菩萨妈妈在每件事上都给我很大的加持与祝福 但就在一九 但就在2017年年尾 我赶散了三六九的关 业障爆发 借年发生意外 2017年12月5日 我在开车的路上 与一辆新加坡外交部的车子相撞 当时只是车头损坏 双方都平安无事 我知道是菩萨妈妈保佑了我 感恩关心菩萨 然而 切难却并没有到此为止 就在这期车祸之后不到两个星期 12月17日 我从修车厂取回车子的第二个晚上 车子开到十字路口准备转弯的时候 我听到路旁有人大声尖叫 紧接着车上的玻璃吹片落满我全身 一辆电单车直冲从我的左边的车门 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一位女生 从我左边飞跃落到我车上的右边 我当时真被这一幕吓呆了 我心中一面求菩萨 关心菩萨慈悲 一面查看 只看到一位男生满脸 鲜血 眼睛突出 一动不动的只躺在地上 受伤的女生从另外一处爬过来 看男生的上处 我吓得四肢发软 连手机都开不了 警察和救上车来后 我大脑一片空白 录了口供就回家等消息 我不知道警方会如何判定这次的交通事故 但是在新加坡交通法律都是偏向行人 一旦判定我是责任方 我将会面临巨额的赔款 以致刑事责任 回到家 我跪在菩萨面前痛哭 向菩萨妈妈求原谅 许下小房子 面间化解 面间已放生 并用一场法会的功德来化解这一次的灾难 希望菩萨妈妈原谅我 但是从车祸那天起 我没有一天好睡 只要眼睛一闭上 那血淋淋的伤者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吃不下 睡不着 天天过着受惊害怕的日子 只要电话一响 就是怕警方或者医院传来不好的消息 情绪跌入谷底 在等待警方调查的日子里 那种压力和无助是难以形容 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身边任何人 每天就是靠着听师父的白化佛法度日 如果没有白化佛法的能量和加持 也许我早就崩溃了 有一天我看到白化佛法中的一句话写着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一个人只有诚心改过 佛菩萨一定会有感应的 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时 师父的法身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眼力通漫我说 无论是前世今世重家的因 先得如此果报 为什么没有好好向菩萨妈妈诚心忏悔 我当下流泪痛哭 痛不余生 我立刻跪下 菩萨面前痛哭忏悔 许下念礼佛大忏悔文 忏悔我前世重家的因 今世得如此果报 我才知道为什么我炼了那么多的经 和烧了那么多的小房子 心中却久久无法平复 就因为我只知道许愿念经和放生 但自己做错的事情 却没有向菩萨妈妈好好地猜悔 念礼佛大忏悔文 承认自己的过错 感恩师父法身再次救了我 今年一月 我接到警局的回复 他们说 由于出事的路段没有监控 物证者口供不足 无法判定责任方 暂时不会向我提出任何起诉 但是我会 但是会把案件交由法庭处理 警方要我做最坏的打算 因为交通事故中 新加坡法官都是倾向 判骑行者胜出 而且这次的骑行者又受了重伤 我能胜出的机会只有20到30% 当时的我 星期再次掉入谷底 痛苦自己前世种下的因 今世才受如此车祸的果报 二月份 我来悉尼参加法会 师父仿佛知道我心中的苦痛 亲自给我灌顶加持 师父的慈悲让我深感忏悔 发愿我一定要好好地修 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番苦心 我拼命地念经忏悔 终于在今年的四月份 我收到警局的一封来信 表明警方无法证明车祸发生的责任是我 警方和法庭不会对我做出任何的起诉 判定对方各自支付自己的保险以维修费 感恩菩萨妈妈对我的慈悲 感恩师父对我的不离不弃 保佑我平安无事 感恩 我在等待审讯期的半年时间 因为要养家糊口 决定去考德式执照 但是在新加坡考德式执照 陆路交通管理局都会查你的驾驶记录 如果有严重交通违反记录 就可以拒绝颁发德式执照 我当时十分担心这次的车祸这么的严重 已经留下了案底 会影响我拿到德式执照 但是我还有小孩要养 拿到这个德式执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这时我想到求观星菩萨 我针对考德式执照 许愿放生 刀下鱼500条 每次都亲自驾车 从新加坡去马来西亚市场 买要被杀的鱼 到附近的河里放生 许了好几拨21张的小房子 每天令书准提神奏 108遍求菩萨保育我顺利考取德式执照 新加坡的德式考试不是很好考 同时考了德式执照 我同时考了德式执照和共享出租车执照 通过三大法宝 我两个执照都顺利拿到了 如果没有观星菩萨的保佑 我出了这么大的交通事故 又在后审期间 怎么想都不可能会拿到出租车的执照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管大灵感 观星菩萨摩尔萨 这次的车祸后 我急着把我出了车祸的车子卖掉 通过念经许愿放生 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买主 而且出价比我心目中的底价 高出了一千块新元 刚好够我赔付保险公司的价钱 感恩大慈大悲观星菩萨 从这次车祸中 我得知读白话佛法的重要性 法会功德让我消灾解难 我今天能站在这里 都是观星菩萨给我的机会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星菩萨保佑我 让我大势化小 感恩师父 如君弘师父 感恩大家 如果今天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星菩萨 祈福法神慈悲原谅 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 曹燕心同修与我们分享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整夜哭闹不止的小孙子 彻底恢复正常 心灵法门改变命运 改变人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星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无我利他 设计望我救度众生的恩西如台长 感恩十风三世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悟法金刚菩萨 各位同修们 大家好 我叫曹燕心 来自加拿大温哥华 今天我在这里 给大家分享 我用心灵法门 取愿 念经 放生 三大法宝 救我孙子的灵愿 金石灵愿 序列 我的孙子出生于2012年11月29月 从医院回到家 白天都很经常 但是到了晚上10月点 快到1点的时候 就开始一起哭到第二天早上的45点 每天晚上都要两三个人轮流照顾他 天天如起 苦不看言 他虽然是刚刚出生的小宝贝 但他哭的时候 全身发抖 睁大眼睛 登坐天花板 看到孙子多么的痛苦 我的心在流血 也不知道该如何帮他 也不知道我孙子这个不成伤的现象 何时何意才能恢复正常 2013年11月20日 我的母亲过戏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的相通 办完母亲后世的第二天 我去了一趟菩萨山 那一天我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力流满面 痛哭流涕 久久不肯离开 觉得没有了母亲的我 就像孤儿一样在人世间 而伟大其悲的观世音菩萨 成了我耐心的依靠 从菩萨山回到温哥娃 因为有事情要找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是一位华人针灸医师 当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刚好同意为病人做针灸 我在等待他的时候 无意中在朋友办公桌上 看到了一份天地人的报纸 报纸里 卢台长看头疼 救人救生的故事 深深地吸引着我 当时我如破鸡堡 马上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感觉到中医能够找到一把 适合打开自己大门的药匙了 我的孙子终于有救了 于是 我马上在报纸上 成交联系的电话 很快与同搜取得联络 我永远都忘不了 那一天是2017年3月26月 接远到经书法宝 我很快学会了念经 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我就能把大悲咒 深经背下来 在我还没有认识 森林法门的时候 因为我从小就跟着奶奶 拜观世音菩萨 所以在2005年 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就把观世音菩萨像 带到加拿大供奉 那时候我就跪在 观世音菩萨面前 祈求大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能够帮助我 救救我的孙子 并祈愿每天为孙子 念诵大悲咒 深经往生咒 祈愿为孙子的药经节 念诵69章小房子 放生2000条鱼 大概过了两个月左右 就把69章小房子销送完 放完2000条鱼 却没有看到孙子的好准 但是我永远没有放弃 又再次跪在 观世音菩萨妈妈面前 祈求大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发疾悲 救救我的孙子 并又发愿为孙子的药经节 销送108章小房子 当108章小房子销送完备 效果也不明显 当时我在想 两期祈愿销送的小房子 已经有170多章了 为什么效果还不明显 突然我想起在光盘上 看到师傅在2012年 香港法会同一问同修 看头疼的时候 因为同修的业障深重 虽要800多张小房子 才能消除他深重的业障 从这个气力我就认识到 我虽然没有去参加法会 看头疼 但我想也许是孙子的业障 比较深重 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 总会有水烧开的一天 于是 我又再次向大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 发愿 给孙子的药经节 销送1000张小房子 放生1万条鱼 在销送到800多张的时候 孙子晚上夫妻的现象 基本上没有了 到了2016年12月 当我把1000张小房子销送完毕 我的孙子刚好四岁回国过年 而媳妇打电话回来告诉我 孙子半夜终于不哭了 终于像其他静强的孩子一样 晚上可以安安稳稳睡一觉了 同事们 仅仅仅僅四年的时间 我的孙子每天 无打不动 半夜哭到早上15点 全家人都跟着招罪 没有大喜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不知道我的孙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感恩那么大起大悲观世音菩萨 救了我的孙子 救了我全家 经过三年多四年的经历 让我体会到 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 无论遇到顺境日境 无论你所祈求的事情 结果如何 我们都不要用凡人的思维去看待 我们一定要有真诚的生态 坚定的信心 持久的耐心 相信观世音菩萨妈妈 一定会保佑我们 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启发更多的人 相信佛法 坚信心灵法门 真实不需 开启学佛念经 收声收行 运用心灵 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改变命运 改变人生 改变人生 再次感恩 那么大祈 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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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 墨尔本的黄淑雅同修 与我们分享 经台长提前加持点拨 全家躲过了一场车祸灾结 心灵法门 真实不需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十方三世 祝佛菩萨 感恩 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 无我利他的恩师 慈父 卢君宏台长 大家好 我叫黄淑雅 感恩 大家给我机会 分享我学习 心灵法门后的 灵验事件和体会 我是在 1016年3月左右 开始修心灵法门的 去年 2017年8月 在吉隆坡 拜市成为卢台长的弟子 没有学佛之间 前的两三年 我基本上每天晚上 都会醒来几次 睡醒好像没有睡过一样 学习心灵法门后很神奇的 我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 连病发五年的哨泉 也神奇的好了 在众多灵验事件中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自己躲过夺命车祸的经历 在2017年11月19日 星期天早上 当时四岁的儿子跟我说 他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中 他说爸爸妈妈 还有姐姐都死了 只欣赏他一个人在家 他躺在床上 有一个黑影要踩他 但踩不中 踩到他的肚鼻边上 然后他说 在另外一个梦中 有三个人在一个好像是我们家的地方 我半信半疑 再想 这么少的孩子是真的假的 怎么会做到这样种梦 还记得这么清楚 有可能吗 于是我问他 你看见那三个人是怎样的 他说有一个女人 我问是老婆婆吗 年纪大的还是小的 他说不太老 比爸爸年纪大一点 我又问 他的头发是长的短的 是短的 到这里 我意识 他真的看得很清楚 就问另外两个 他说 另外一个是带着儿子的小男孩 小男孩手握着一把剑 剑会发光 第三个是一条大蛇 蛇在滴水 滴出来的水是有能量的 我听后 撒呆了 但转着没事 带他和女儿上游泳课去了 孩子上游泳课时 我跟我的朋友说起儿子的梦 我心里很害怕 朋友就跟我说 你师父不是做节目吗 你打电话问师父不知 知道怎么做了吗 我说 我从来没有打通过 师父有一千万心中 我这种受得不好的 那怎么打通呢 回家安顿孩子后 我看时间是十二点半 再想 好就试试吧 第一次打电话 电话再响 没有人接 我再打 这次几下铃声后 我听到师父说 喂 我真的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我打通师父的 悬疑换答节目电话了 我把儿子的梦境说出来 师父开始说 我们一家有节 另外房子有三个要经者 要许愿最少69张小房子 来过节和超度铃声 在师父电话中 师父好几次叮嘱 我要小心车祸 尤其当我老公跟女儿 三个人同车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2017年12月初 我们一家四口 参加了新西兰奥克兰的法会 法会之后 我们和另外几位同收 一起去奥克兰附近旅游三天 同行的何师兄听到节目录音后 向我提出 让我女儿坐她的车去 希望减少出意外的智慧 旅游的那几天 我非常的疲倦 经常不由机主的睡着 虽然一般是由我负责 做长途车事迹的 但那几天都是让老公开车 旅游第二天 我看老公已经开得很久了 已经很累了 我就说 心下不到十分钟的一小段 有我来吧 有我来吧 没想到开车时 我真的又睡着了 开到对面的行车道 当时迎面有一辆大卡车 驶过来 快要撞上的时候 对面的大卡车 没有按喇叭 本来正在睡觉的老公 忽然醒过来 并把我叫醒 我也不知道 哪来的好反应 在两秒钟之内 就即使把我们的车 开回我们自己的行车道 在十数一百公里的情况下 躲过了一场 迎头向上的夺名车祸 师父的节目电话 真是救命电话 没有师父的扎持和开示 我根本没有想到 要许一个大数字的小房子数量 和给全家都念 消灾吉祥神咒来化解 我们一家除了避过车祸 保了命 我脸上有四年多的疤痕 在我们回到末尔本之后 神奇的开始脱皮了 原来突出的疤痕 现在变平滑了 连痕迹也看不见了 在指之前 不同的美容中心都说 我这疤痕是永久的 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把它变平 我老公虽然还没信佛 自从我们从新西兰回来后 这几年一起困扰他的悲痛 也神奇的消失了 当我留意到老公 在没有投诉悲痛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些奇迹 都是观世音菩萨妈妈 和师父的祈悲 不但做了我们一家的命 还让我们身体好 家庭好 为我们治病除业降 师父们 所有们 参加法会 真的殊胜无比 做法会 义共的功德 真的可以救人命 让我们一起努力 学习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 牵手牵眼 一起弘扬心灵法门 让更多的人 念经 许愿 放胜吧 如果今天我分享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恳请南无大慈大悲 周苦周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原谅 请隆听胡法原谅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恩西 卢居宏台长的 祈悲教导 我发愿 今生真是 一门精进 永不退退 跟随师父 弘法立生 嫉妒度人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掌声有请 昆州多元文化部长 Sterling Hinchleaf的代表 Jessica Pugh议员 为本次法会致辞 Good afternoon I would like to respectfully acknowledge the traditional owners of the land on which this event is taking place and pay my respects to elders past, present and emerging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Master Liu Councillor Stephen Huang representing Lord Mayor Graham Quirk the many, many overseas visitors who've come far and wide to see Master Liu today and of course the many dignitaries who are here to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warm welcome I bring the best wishes of the Minister for Multicultural Affairs Sterling Hinchleaf He is very sorry that he cannot be here today but I am very proud to represent him at this special event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everyone at the Australian Chinese Buddhist Research Centre Brisbane Associate for all of their hard work in organising today's event World peace and harmony I doubt that there is a more noble goal that any of us can aspire to achieve While some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have stood in the way of making this a reality a gathering such as this one today certainly moves u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Discussions centred on peace and how we can all focus on the goodness and kindness within is a wonderful way to start While I don't identify as being Buddhist I have enormous respect for Buddhism and those of Buddhist faith Among Queenslanders Buddhism is known for its compassion towards others My experiences with Queenslanders of Buddhist faith has always been positive and I certainly look forward to strengthening this relationship as part of a welcoming and inclusive Queensland You may be aware that people of Buddhist faith first settled in Queensland in the mid-1800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have been substantial and ongoing Queensland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70,000 people who identify as Buddhist Queensland has a long and proud tradition of welcoming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t is this diversity that gives us great strength of character and is at the heart of who we are as a state Queensland benefits from our diversity in so many ways in the vibrancy of our community in our differences of perspective in our rich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in build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edness That is why the Palaszczuk government remain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more inclusive harmonious and united Queensland a place where everyone is welcome and valued Again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everyone at the Australian Chinese Buddhist Research Centre Brisbane Associate who has worked so hard on today's beautiful event and has brought our community together I a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Master Liu Thank you 感谢 Jessica Pugh 议员 下面让我们 掌声有请 布里斯本市长 Gram Cook的代表 黄文艺议员 为本次法会致辞 尊敬的卢台长 尊敬的华人佛教协会 赵会长 各位佛门同修 善信大德 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高兴 也很荣幸 能够的再次代表市长 参加这次 殊胜的盛会 就如同 佛门的寄语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今天有幸 在这里跟大家一同 聆听 卢台长的佛法心得 实在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缘分 那也希望大家 在今天的盛会中 得到启发 在修行的路上 更加精进 就有如昔日 择天午后 所做的佛门开经济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意 在这里 在此代表市长 欢迎各位 利临我们布里斯本市政厅 那也希望今天 各位同修们 能够透过这次的法会 能够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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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时谁 其实营 咱修 桅